为了几近好学校 不论大型小型的考试 学生们都全神贯注和考卷奋战 可是就在上个月 台北县十所国中联合举办的自由班入学争事 计算纸却出现大乌龙 明明试题问的是四方型的角度 计算纸却出现三角形要小编回答 不然就是题目悬项是一二三 计算纸上写的却是甲乙饼 两个怎么样都躲不上 让两千多名义士的小略学生看了乌萨萨 题目本跟答案卡没有问题 但是计算纸拿到了旧版本了 所以因此学生在作答上 就少了这个计算纸的辅助工具 考卷搞乌龙已经很离谱 但监考老师的反应更让人吃惊 当小朋友举手反应考卷有问题时 监考老师看了看 却还是要小朋友按照试题上的指导语 请再多想想 小朋友就这样满脑困惑 一路想到下课中想 指导手册里面只有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觉得有疑问 那请您再花时间想一想 那这个话不是监考老师自己创出来的 教育局已经坦诚有疏失 目前拟定重考 放宽标准或是不采集分数 三个补救措施 强调一定会公平的维护考生的权益 知识教育局的大人 像次在发生错误之前 可不可以也请再多想想啊 记得林立成李孝仙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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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